大家好,上次我把中次分了五个部分 把香港史的题目重温一次 今次我应该是最后的两个视频 而谈 DBQ 和 S4 第一节是现在,先谈 DBQ 首先我先买个广告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你会欣赏的 当然你可以支持我其他的节目 记得订阅吧 如果你在我说这些影片的过程中有错误 我希望你留言,指定我 有时可能我说快了 或者有时可能我自己乱了 所以如果你们觉得我说错 或者说的不对 或者你有一个更好的答案 当然欢迎你,看出意见 如果你不喜欢我,你也可以批评我 没有问题的 我不像共产党,只是听一边说话 我两边都听 在开始之前 再开始之前 就 说一下 DBQ 这些东西 是什么 可以 可以 由 DBQ 科技 Data Base Questions 要你根据资料 而去答 OK 再说一次 就是 头中的影片有什么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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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嘶 因为不知说多久 事不宜遲 我们开始 好了 一开始 我会说 你在DBQ 会遇到什么题目 第一个就是 to what extent 多大程度 你有三个答案可以答 就是 大、小和某些 Certain 就是某些 那 叫做Structure 我稍后讲 我现在有个例子 就是 在2013年的第一诗条 就讲到 1912至1920年间 中国在什么程度 可比是为一个现代化国家 当时就给了 两个资料 我先看看 那两个资料 就是 资料A 就是 19104月1日宣庄生前 中华文革临时大总统一职演说 另外一个资料 就是中国广泛地区发生一场政治活动 其中一个运动令就是所发的电报 就是一个文言文 英语 英语应该是不同的 英语应该是不同的 但是因为很多同学听我这个 都是考中文 那我就 中文 好 那 那我们就可以分析这个题目 那怎么回答呢 你的Structure 第一就是 当然你要有你的 Stance 即是你的 观点 你认为是 大 小 还是某些 那我就觉得 如果你是Database questions 呢 如果答 to a certain extent 即是某些程度 就是最不好的 我觉得 因为 一来就是很浪费时间 你要两边写完 如果你写large 你就可以写了large 那第二段就是 according to source a 根据资料a 那你就要解释资料a里面的内容 跟着就是b 跟着就是own knowledge 那我之前 我以前 考之前 我写过 当时我回答这个题目 我回答了small extent 就是小程度同意 那为什么呢 那我就将它分成三个部分 我这里就不打了 我口讲了 为什么我分成三个部分呢 因为我要 user source a b 和own knowledge 但是我这里就没有写ab 我只是写了own knowledge ab那里 你可以自己回去看看 你可以知道应该怎么回答 最主要就是 如果我写尾 就是因为a 就是说到 孙中山 就是整个中国 没有一个真正的革命存在 b就是说到 体制有冲突 就是因为袁世海廢了共和体制 但是呢 我这里也有写一点点 譬如政治上来说 刚才我袁世海 很明显 他1915年 推翻共和 复辟 或者说自己是中华帝国大皇帝 所以这个就是b 如果我自己呢 我就会说军阀 因为军阀呢 其实 都是 虽然大家都打来打去 但是大家都是一个 absolute government structure 这个情况 绝对 就是极权政府 除了 所以其实 社会方面 という社会方面 就是… Litteracy rate is low 即是 色字率是低的 因为我们不需要讲到新文化的运动 因为这个 虽然说是1912至1920 但是 始终Litteracy rate很高 虽然有些554那些 亦有些很健康的行動,我都沒有了 經濟上來說,我寫了孫中山想推廣 Railway Constructing 孫中山要做一個鐵路改革,其實他想搗完世海 的確不成功,所以他不能現代化 因為他用現代化來挾持或搗完世海,但又不成功 所以這不是現代化,國家 我就是這樣寫,如果你覺得是大程度,在下面留言 我又可以說一下你怎樣看 第二位就是態度,什麼是態度呢? 有很多字可以選擇,箭嘴就是態度 optimistic,樂觀,pessimistic,悲觀,disagree,不同意 discriminate,歧視,angry 是不滿意的,這是不滿意的,這些就是態度 有16年的3B 就是一個SourceF,就是說 麥當勞第一次進入深圳的市場 其實是一份報紙的摘要 如果我沒有記錯,3B 是1990年深圳特區報 他就說了深圳特區報是中國共產黨 深圳黨衛的官方報章 副市長代表市政府,表示祝好 也有開幕式,還有市人大籌委、籌備組、副組長 一些代表,深圳市民就很期待 對呀,那我就說 問題就是問你,從資料F歸納深圳政府 到麥當勞掌入中國所持的態度 我是這樣寫的 這個就有答案,我剛才沒有讀 這個就有的 怎樣回答呢? 第一,你要取分 第一分呢?就是那個態度 一分而已 the attitude towards the Shenzhen government is positive, welcome, excited 即是很正面的,歡迎的, excited 很興奮的 這些就是一些態度 我很興奮 興奮的這種態度 例如我對這件事很樂觀 我覺得香港前景很樂觀 那我就不是很positive 這就是一個態度 那我就要用SourceF 那你當然要according to sourceF 對吧? 就很明顯,這個深圳都市部 就是operat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對吧? 這個第一,深圳的那個副市長 這個我寫錯了,不是Mayor 那副市長 那就congratulated 所以就是你看到那個態度 這個就是立論 為什麼? 這兩分你可以 最好寫兩個 兩個就穩陣一點 我覺得如果你寫一個,我怕它不夠分 不過它那個 就是 考評屋給我一個答案 就寫一個point 但我這裡就 跟它有一點接近 但我的策案還有一個point OK 第三,就是看法 view view 就不是adjective view不可以是optimistic OK OK 這個是不同的 有一點不同 其實要答就是 useless is infected useful positive negative 持什麼看法 你剛才看這個 是鎖持的態度 這個是漫畫家對美國持什麼看法 這個就是2019年的3A題來的 2019年的3A題來的 2019年3A題呢 就是 就是 好 3A 會是3A 漫畫的標題是 無法令人滿意的金蛋 對 對 對不起 對不起 不是 不是 第三個 是我們門外 不容有你的火箭 sorry 我真的亂了 你看到有很多支火箭 就是美國 對著克魯曉夫 左邊 就是 金艾迪總統 有幾支小火箭 畫著蘇聯的flag 好 那怎麼回答呢 view 就是negative 你說 attitive 有positive 有negative negative positive 既可以是attitive 但optimistic 只可以是attitive 沒有view 這個就是麻煩的 所以你答negative 是最穩陣的 Counteous view is negative 1分 那 你要用saucee去答 這個就是我寫的答案 沒有叉 我自己想的 我認為我對 我之前也有檢查過 你 就是答案 其實我和你寫的 都是相對接近的 原來蘇聯的兩支火箭 很小 好像有兩支 但其實美國的相對更大 還有寫著 U.S.Basis in Turkey Persia 那為什麼寫這個呢 寫這個就是因為 Turki和Persia 即伊朗 和土耳其 都是輪近蘇聯 所以 所以 大家 好像一個 因為這個漫畫是說 古巴導彈是機網 那為什麼你說 哎呀 又說到土耳其和伊朗呢 首先 它的sauce有寫過 我們就要知道 土耳其和伊朗的地理位置在哪裡 土耳其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亞洲和歐洲之間 是不是 伊朗就是在中東 那這些國家 其實很近當時 有蘇聯的版圖 所以 就引證了一個 就是 大家在大鬥發 鬥一些導彈 所以就解決不了 這個最後的結果就是 不會解決 不但還會有更多 衍生更多的問題 第四樣東西就是相應的史實 relevant historical events 這個就沒有出過的 沒有出過的 但是 我也想說一下 就是 什麼 relevant historical facts 就是 當你在答的情況 答這些題目 例如 according to own knowledge 例如 最後的題目 是C或B 7分8分 那 你怎樣得分呢 你除了答 答 stance是1分 那你就要看 你8分 當你8分 好嗎 8分 1分 那 那 那裡 就會是 223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 2223 即是你第一個sauce A 2分 sauce B 2分 它最看你 是你的own knowledge 當然你寫得多 不代表你對 但你寫得對 就代表你對 是的 7分是1222 1加2加2加2 8分是1加2加2加3 那 如果問你有關第一次世界大戰問題 我沒有給sauce 因為沒有一個example 如果我問你 WW1有什麼相應的事實 那你回答我 可能是 下面有4個 摩洛哥和基波斯林的戰爭 以及 所謂sauce Bo incident 這些就是其中一些相應的事實 如果那些就是沒有問你WW1 你不會去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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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為生 也不會去答 清朝滅亡 是不會的 是吧 你也不會去答 希特拉崛起 極權主義 所以這些就是 你要記住這個事實 那時就發生什麼 沒有錯 沒有,一錯就 掛盡 這個也是沒什麼出的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為何我要說 你一定要是 Make comparison 這個比較 例如 在一個expect裡 例如 A就覺得 B B B就說 不是 例如 我在政治的角度來看 A A就認為 香港人對前途 充滿信心 但B 那個漫畫就說 看來香港人 似乎對前途 沒有信心 Fast There is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sources 就是這樣 這個是沒什麼出的 但是這個 可以和大家討論一下 另一件事就是 grow 角色 職責 我所寫錯的角色 最主要就是 在一個很特定的位置 在整件事的很特定位置 例如我弄了 希特拉 作為一個提示 希特拉就是 Destroy to human liberty 這個人的民主 它是破壞民主 犧牲人的生命 是一個破壞者 所以有個example 1322a 就是當時問日本的 那條席目 他就問 當時 盟軍佔領日本期間 那個 統領 大統領 McAlpha 在日本擔任了什麼角色 當時資料師 就是取材一個 招逸新聞 1951年的一篇社論 當然是讚美 讚美 默克雅瑟 就是幫助日本很多 就要使用 引用資料師 一項線索 你要清楚 你看題目的時候 就是 不要 不要 搞錯 人家叫你用 一樣就一樣 人家叫你用 兩個就兩個 兩個 你不要一個人寫兩個 兩個人寫一個 別人很清楚 一個字架是一個 那兩分很簡單 兩分 一分就是個role 就是teacher 老師 第二個role就是 你用sauce c 去答 就是according to source f the writer's z 一大堆 那就證明了 他的role就是teacher 對 第七 就是 比較 比較 就跟剛才說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那當然要 其實 是一樣 同一樣 但是 這個就是 我們要用一些 skips 技巧 那 你當然要比较 你有 反論 反正 哪個少 哪個多些 relative importance 我會在下一節會說 to understand 一樣 to understand 下一節我都會說 turning point 又是下一節 我又會詳細說 什麼叫轉捩點 是不是很effective呢 useful 2015年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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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講 梁啟超 和 sorry 不是梁啟超 是康有為 和這個叫做周庸 不是幫說出聲 那個混蛋 周庸 讀周庸 不是讀周庸 周庸 就是慘 名字跟那個混蛋那樣似 還有同音 那就是 這一條 考考清朝 晚清 當時 康有為 知道A 康有為 1902年級 劉美華商的一封信 那就是一些文言文 也都看到 周庸出的本 小冊子 也是 都是 看看 都是文言文 很多呀呀呀呀呀呀呀 如果你看中文版 那 就要參考 知道A和B比較 康有為 和周庸兩人 對中國革命 辭境所辭 那 那怎麼回答呢 為什麼我會用 今次用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就是因為 我們現在要為比較 那最好就 當然用這個 那 那 他 A和B 即 康有為 和周庸 他們認為 革命 都會帶來 損害 對中國 對中國 晚清人民 有損傷的 那 因為我用英文 讀了 當時 我就寫了英文 那 那 我就 這裡 我就不會翻譯 那 你們可以自己看 參考答案 但我不是跟他 但是 應該是同樣的 那 康有為 就說 因為 有革命 所以是否一個好 周庸說 如果你要打破滿足的統治 那我就不可以不革命 不可不革命也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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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有為 就說 中國 是會 十分不革的 如果 我們 征服了滿足 就是 所有省份 就會獨立 OK 那 而周庸 就不認同 周庸 你認為 中國 當然會是 脫離 滿足 管治 這個也是真的 但是 也 會 賦予 自由 這個就是這樣 因為 四分 四分 大家看到 各兩分 在這裡 好 有效 Valid 這個 Valid 就是 那個 argument 因為我找不到 原來 這麼多年都沒有出過Valid 這個詞 我猜不到 真的 所以 Valid 的意思就是 你要論正 那句 對嗎 對嗎 但是 不要 不要去 爭辯 它是一個真正的動機 即是背真正的動機 還是背後的動機 我弄一個例子 我弄一個例子 的問題是 Do you find the arguments of Kaiser William II Can you identify in one Valid 譬如我弄了十問的第一條 譬如1A1 我就問你 What are the arguments you identify 1A2 就會回答 會不會Valid 有沒有效 你找了這個Argument 你認為有沒有效 3分 那 怎麼回答就是 當然有沒有效 1分 接著就用Source A 去回答 這個 就 Limitations 是Usefulness 它不是很多時候出 它不是很多時候出 我亦都沒有見過 如果是的話 如果你有平時操開的DDPQ卷 有機會見到這個 但考試我真的沒有見過 那你可以怎麼評估呢 就是relevancy 有沒有用 accuracy 準確性 reliability 是不是依賴性 有沒有依賴 那就是什麼呢 就是Provenance of the source 平時的Source 會跟你說什麼什麼 你認為它可不可以靠呢 那 那 ability ability 是用力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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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ecute 一個 Logical Argument 就是 一個很有邏輯性的 論證 這裡我作了一條 one of the limitations and usefulness of source E and F reflecting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local Chinese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up to 1997 Explain your answer with your reference to source E and F and own knowledge 多數都是這樣 那七分就是 一二二二 sorry 這個就會是 就是 最主要的七分 你看就是 我們要用 很多時候 去考考這一種 肯定要兩邊寫 OK Usefulness 一定要用forces 一定的 一定的 就是 E點 useful F點 useful 那你要解釋了 就要separate 兩個paragraph 但是 limitations 多數是 不會在 source 是沒有機會的 就是 limitations 你要寫些東西 無關的 source 也都是 如果你需要 就要separate paragraph 那就是2加2加3 正在這裡 咦?我弄了3 我弄了10 10 推斷 infer 那infer 那infer就是什麼呢? 那多數就是 會 就像 我們以下的例子 一是infer的 purpose of the poster 我們推斷 我們要找 audience 那個受眾 我們要在這個題目 或者在這個資料 找到一些 我們預期的結果 那2017A1 就是一個 1982年的 一個問卷調查 就說 香港前途問題 那當時 那個 就是 那個 調查 結果就是 有70%人 維持 作為英國殖民的現狀 15% 認為 要做一個 托管領地 又聯合國管 4% 認為應該就是 今天的情況 2% 以上都不是 9% 就說不知道 這個就是一個 那他就要問你 從資料A推斷 香港人對香港前度的 一項憂慮 那也是那句 我們在這條題目 我們的 audience 就是 香港人對香港前度的 憂慮 OK 我的audience是香港人 Outcome就是 他們有個憂慮是什麼呢 那我就回答你 3分 怎麼看呢 我們先要找 Outcome是什麼 那是1分 Hong Kong people were worried about the Chinese takeover in 1997 他們害怕 擔憂 那 A 那 70%人就說 Maintain status quo 4%人就說 就是 好像今天 我們 被這個 中國 這個 政府統治 就是 現在我們的現狀 那你就看到 70%和4%的差別 所以你就看到 香港人就是 那些憂慮就是因為 他們擔心 中國 政府拿了香港之後 會有一個反效果 這就是一個答案 接三分 OK 好了 那 這裡可以給你看一下 Passed Paper的 凌介紹 大家看到 基本上 我不會猜是下什麼 我絕對不會猜 一來就是我不會做蕭生 那 猜錯你 待會打我 我不猜 但是大家可以從這個 看到 因為四條 是吧 那中國呢 是考硬的 你看到中國是考硬的 又是由 sample 或者是練習卷 去到19年 那麼多届 都有出過中國 是一定考 那會不會這次沒有呢 那就不敢說 那麼反常 那麼 你看到香港 在近四次都 都有出 還要是 都幾 1718年 我香港的題目 都是很政治化的 即 即 猜不到它會出 香港前導 和六七暴動 和政治改革 這個我猜不到 即是在一個社會氛圍 那麼 不是那麼好 在那段時間 當然出這些 那麼 那麼 有日本 日本呢 就不是很常出 還斷了三年 19年之前 那麼 WR1呢 竟然16年才是一次出 WR2呢 就反而是 好像 好像是 好笑 WR2 那時 WR1沒有 WR1有 WR2就沒有 所以就看到 除了19年 其實 19年我為什麼是 兩個合謀呢 就是因為 大家以為 巴黎和會是WR1 是的 但是 20年代 歐洲就是WR2 所以我就覺得 應該是 兩個 合謀 那麼 冷戰呢 很多時候都是問美嫂關係 一定的 很多時候 那麼 那16年就考了 戈爾巴喬夫 那麼 這個又是 自己特別 那麼 國際協作方面 我相信我都最不熟的 這一部分 那麼 我不知道你們 熟不熟 但是 多數人呢 最不熟就是這一部分 就是講那些 聯合國啊 EEC EC EC EU 歐盟啊 那些什麼 但是我中文我真的不知道是什麼 我都沒有 沒有去考究 我本人 都說了一次 我去考英文 所以我不是很清楚 中文是什麼 好了 那麼 現在呢 我就在 這裡 就試一下 跟大家做一些 七八分的題目 那麼 那我就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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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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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那麼 大致上 我們要說什麼就是 那麼 那麼 我現在 最先做2014年的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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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们有过程记录,就可以拿出来看一看 因为我也要先看一看,4B 2014-04B 这就是只是一篇文章,就是说联合国家科文组织的发展 我在这里用中文跟大家讲,如果你是中文,英文也好 我在这里用中文,就是英文,我不打中文,我打英文 我希望大家明白,我是白痴来的,用中文打字,不要选我 4B就问你,影响1945-2000年国际合作而言,意识形他因素是否最重要的因素 即是问你哪个那么重要 那我就... 这样吧,不如,我就不会用H那里的 我只是...我只是...我只是会提供自己的知识 好,那我现在就先打了 我先看一看,我先打这些字 如果是你答YES的呢 那YES又可以说什么呢? 那我有三个提议,Own Knowledge Own Knowledge 我不会用SourceH,我只是答Own Knowledge 就是那几分 如果你是答...以识形太重要的,那你先看U.S. U.S.就有个Marshall Plan 那Marshall Plan是什么呢? Marshall Plan是什么呢? 就好,所以的母席在U.S.之间 就是其实标准rie万多 是在Marshall Plan是何呢? Marshall Plan也不算是关于员州 它是要团结资本主义国家, 和西欧国家合作 那除了US还有什么可以做呢? 那US还有什么可以做呢? US做这些所谓的意识形态, 它们还要setup NATO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没有记错的话, 北弱, 这是1949年 这个就是去做什么呢? 为什么要setup呢? 就是resist the threat from the economist 就是resist the threat from the economist 就是抵抗共产主义的散播 而USSR呢? 做什么呢? USSR很简单, 罗洛托夫计划 commicron 中文我不太清楚是什么 就是一些所谓的 我呢? 这些国家 就是共产国家 即是共产国家 好, 如果答到NOT的话 NOT的话, 真是更多些东西 我就写了很多 那我先写上去 熟识一点的字 应该看到的 但NOT呢, 你就可以有几个答法 NOT? NOT? 如果你认为是 以识形态不重要 那我可以写 好 那个核弹 即是核弹 有机会成为核弹 是会更重要的 即是这个因素 是会更重要的 就是这个意识形态 那 那 那 幸好呢 这个呢 就有些所谓的 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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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 大家就要停止 一个nuclear power 这个就是 大家都明白到 原来有机会有核战的情况 所以大家停战 做了sort 1、sort 2 也有 再早期一些 那 63年 即是自从 古巴艺机之后 就有这些东西出现了 好 那 亦都 还有 一些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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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呢 可以 另外一个答案 我 不清楚是否正确 但我 我就 写下了 就是 我写下了就是 经济 即 那 经济的 但Factor是更重要的 我提到是Britain想加入EU的前身 就是Reject JoinEEC1961 或EC1967 EU的前身 第一次主动拒绝 第二次就被法国拒绝 这是经济引数 大致上是要用这些东西 如果你是用All Knowledge 我的时间也很长 不如不要说2015年2C 好吗? 我飞一飞 不如我说2017年1C 2017年1C 我会麻烦一点处理 一来就是 去问香港前途问题 你香港人的政治意识 你是否同意? 你同不同意? 我会 就个人所知 我不会用AB 第一点就是 Pressure Group 压力团体 压力团体 就是 1980年才有的 1980年才有的 主动的职能就是 职能就是 它 类似政党的前身 而 Pressure Group 后来 應該是因為80年代的政治改革 很多次變成一個政治黨 有些 Pressure Group 變成政黨 開始出現 例如 DAB 民進聯 Democratic Party 香港 民主黨 前線沒有了 甚至其他黨 就出現了 正因為 這些政黨出現了 所以呢 Morvamilia Morvamilia 他們是 比認識更多 他們 Morvamilia 他們會越來越清楚 他們會 主動投入參與 金文獎的勇嚴 第二件事 哎呀,沒有了 是,看到了 不知為何沒有了 按錯 第二件事 就是 Elections 選舉影響了 提升了很多人的政治參與 動作 有 DistrictCouncil 1995 1 Direct Elections 1995 1995 1995 950 也有 正因為 有這些 選舉的出現 有這些選舉的出現 就是 導致 invol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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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itics 所以 其實為何會這樣呢 就是因為 in the past like 或者我是 before 1980 就是 就是這樣 為何你會說 Elections會影響了呢 就是因為以前的人是政治冷感 他們對政治人不認識 因為他們不在乎 一來也不會理會 最主要就是 因為不能投票 市民沒有權去投票 所以 所以他們就不會 去參與 即是有一個政治參與 所以這個答案 你如果答No我就 就 如果你答No 就 都不可能對 真的不可能是No 就是一個事實 Facts 就給你聽 一定是Yes 這個答案 有些就是你可以答No 但是 這條Sorry 你是不可能答No OK 你不可能答No 你答No 我真的 我不知道怎麼改 我可能立刻給0分 因為這個事實就是 你不可能是No OK 好 總問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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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問呢 我就跟大家說 就是 頭三個項目可以不看 最後的項目 就是 看餐吃飯 甚麼是看餐吃飯 就是 我的項目 拿1分 就是拿1分 我的項目要拿2分 就是拿2分 例如我剛才說 怎樣拿7分 8分 我就教了 你的Standpoint 就是1分 你寫Source A 2分 Source B 2分 你的Own Knowledge 是多少分 這些就是看餐吃飯 你2分 你就答2分 你7分 你就答7分 4分 你就答4分 你不要4分 就答7分 7分 就答1分 這就是看餐吃飯 我 很簡單 我給你100元 你吃飯 哇 真的很多 我給你100元 你吃飯 你吃完那項飯 原來是101元 那就不是看餐吃飯 你原來不知道原來那間店有加1元 本來是92元 變成101元 這不是看餐吃飯 對吧 另外一個人 我給你100元 你去吃一個 車仔麵 30元 那你就看餐吃飯 然後要齊錢淨 或者你去一間店 剛剛是100元 去90元 那個Lunch 再加1 99元 還有1元 這就是看餐吃飯 所以 這個是那時的老師 俗語說齋 就是看餐吃飯 很容易 如果Dbq 你是用剛才的答法 回答 和看餐吃飯 你沒可能低分 除非你回答錯 你裡面是很虛無 或者是很不具體 那就沒有意思了 我幫不到你 今天這一節就講到這裡 我們下一節就繼續討論 怎樣去 deal with 一個essay questions 因為essay是真的複雜 和比較難 那我們呢 下一節我們就會討論 那我們就先講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 今天講了很長的 這節的錄音 是50分鐘 10個字 希望大家就 有心機就看完了 沒有的就飛飛飛飛 那我就 講到這裡 下一節見